特別注意 它要畫一個蛋 你們可以試試看 像這個地方有個橢圓 橢圓的畫法反正就是 往下拖拉看多少 比如說20 Enter 再來的話這個地方看要多少 比如說另外一個軸的話 10好了 Enter 你會發現就是一個正圓 因為第一端的話 有指定是直徑還是半徑 比如說我們這地方 你可以自由的拖拉 比如說第一個線段在往裡面就是一個橢圓 但是你可以發現 你這個地方橢圓 再怎麼畫呢 都不可能畫出像一個雞蛋 那其實蛋的話特別注意就是說 它可以拆解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這個用橢圓弧來畫 橢圓弧先畫下面的部分 這下面的線段有沒有 然後再畫上面的線段 好那 這裡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要畫下面的線段怎麼畫呢 這裡的話第一個你用橢圓弧的地方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的話接下來呢 它下面會跟你講說你的 先指定一個中心 這個軸 它的一個軸端點 所以我們就先 取一個軸端點在這裡 另一個端點的話我們輸了20好了 記得是用正交的好了 20 往 你的右邊的20 這時候就會產生一個什麼呢 一個圓出來 不過這個圓的話是決定左右 左右的軸 那現在接下來我要 決定上下的軸 那上下軸 底下要比較扁一點 所以我們底下的軸的話給它輸入 課本裡面是要我們輸入11好了 11 Enter 接下來的話起始點從哪邊呢 從這邊 比如說我們從這個點 這個端點 點下去之後的話 你就會畫出一個什麼呢 下面的 有沒有 放開下面就產生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畫上面 那上面的原理也是類似的 這地方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也是一樣畫這個 橢圓弧點下去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指定什麼呢 它的軸端點 這個從這邊有沒有 因為也是要這樣畫回來 那我講過嘛 是要逆時針方向 所以呢 要從這邊 所以 我